今天,网上出现了一些视频,这些视频显示旭利亚防空部队装备的地对空导弹在互相攻击, 看起来似乎是一枚铠甲S1大炮和一防空系统发射的导弹,命中了另一枚刚发射的地空导弹,当然,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,在越南战争和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时期也发生过地空导弹, 估计的情况,从DIF图中可以看出,依次铠甲S1弹炮和一防空系统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之前发射的另外一枚导弹, 而且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,当时情况比较混乱,像各个方向飞的导弹都有。 此外,一位新图片和摄利亚,遭以色列写击后的照片显示,距离被以色列摧毁的摄利亚防空部队铠甲S1弹炮和一防空系统不远的地方环, 部署有一辆山毛矩M-2E防空导弹系统的运输,数起发射和雷达车, 并且这部山毛矩M-2E系统似乎还在铠甲S1防空系统被击中后,发射了导弹进行还击。 2018年5月10日凌晨1点45分到3点45分,以色列出动了28架F-15及F-16战机, 对叙利亚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,发射了运用10枚空对地飞弹以及10多枚战术地对地飞弹, 除了打击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外, 叙利亚防空部队部署在戈兰高地的铠甲S1弹炮和一防空系统, 也被以色列击毁,明显LFX-160R19图中是, 被导弹瞄准的是防空部队,铠甲S1弹炮和一防空系统图中, 是取决铠铠甲S1系统被击中后, 部署在距离其不远地方的山毛矩M-2E防空系统发射导弹进行。